第十五 秋冬 第十五 孔雲 第十五 孔雲 第十五 孔雲 但是我都要烤个蛋糕了 你也吃了 分别到底是这个 最后承诺的需要 咬眼的朋友 你真不打算让小学知道 不想她知道 但他早晚会知道的 那就越晚越好吧 最好等他有了新男朋友 过上新的生活 到时候就算他知道了 也都过去了 你怎么知道小薛 他不能接受我们这个病呢 是我不能接受我的病 更不能接受我连累他 只是谈恋爱呀 我凭什么让他二十来岁 就来照顾我一个病人呢 但他应该有知道的权利 他至少可以选择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他以为你不爱他 他被抛弃了 你让他怎么接受 你给他安排的这一切呢 学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小薛知道了 那他该怎么办 选择继续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要过上 照顾一个残疾人的生活 选择不跟我在一起 心里就要背负 气我而逃的愧疚 无论他怎么选 对他来说都是灾难 我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编理由 找借口 让这个分手看起来顺理成章一点 可对他来说都是伤害 还不如就简单一点 就像现在这样 没吃饭呀 我所爱的 我现在我都要烤个蛋糕了 我都要烤个蛋糕了 你吃 我都要烤个蛋糕了 我都要烤个蛋糕了 分别到底是 为什么 为什么 要拥挤一生 解默 我曾迷惘深远 我曾迷惘深远 不再有快乐 我曾迷惘深远 爱与离别经历一线之隔 最后承诺都是耀眼的泡沫 怪我不懂神色 换那难一个生 他为阴天赋予了颜色 还要写下那些过往乘客 多少只似不语 最后都难以愈恨 那些隐生而随的 是我的心 是我的心 腿部的情况总体上还不错 但是呢 要逐渐减少单独行走的这种情况 还是要避免再次摔跤了 这个阶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外出的话呢 还是要把这个轮椅用上 好 要全面地 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真正地接受这个病了 虽然说自己有已经准备了 欢迎下次光临啊 紫末 咪 咪 你 因为 这 赶紫 她 把 你的 我 现在 来了